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個訊息是 單單尋求神的同在 我自己是來自台灣一個拜拜的家庭 其實很有意思 我的父母都是無神論者 但是我父母的那一方 他們的原生家庭 都是拜拜的家庭 我知道香港人拜黃大仙最多 我沒有在香港常住過 但是根據我所接觸過的香港人 有傳統信仰的 他們拜黃大仙拜的最多 中南半島我不曉得拜什麼 那個也許是拜釋迦牟尼佛 或者是什麼我不知道 台灣人拜很多關公 媽祖 那麼如果你接觸過這些 這些拜拜的家庭的話 你猜這些人 他們在廟裡面拜拜的時候 他們求什麼 求什麼 求財 還有呢 求健康 還有 求福 非常好 求福 還有呢 平安 有沒有人 有沒有人這樣求說 哎呀 黃大仙 我祈求你隨時的與我同在 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知道黃大仙的背景是什麼的話 你不會希望這位神跟你隨時同在 Same 媽祖 關公 釋迦牟尼 如果你瞭解他們所拜的這些人 背後的一些光景的話 你不會去尋求這些神 或者是這些你相信的東西 隨時與你同在 因為那不是一件快樂的事情 OK 我的姑媽 我的姑媽 她是拜一貫道的 各位 如果你知道台灣的一些民間信仰 一貫道 講白就是把所有的東西 統統都拉過來變成 是她的一套信仰就是這樣子 OK 她不只初一十五 她是每一天都吃災念佛拜拜 她在家裡面的頂樓 甚至有她自己的佛堂 有她自己的法衣 自己的法器 所以你知道她在一貫道裡面 地位是相當崇高的一個師姑 她旁邊的朋友叫她師姑 但是我今天要分享的重點不是她 據我所知很多拜佛的人 她初一十五 要做什麼 吃素 然後那天 等於是她的安息日 她什麼都不做 就在佛堂那邊念經 這樣念經 好 那麼 其他的二十八天呢 一個月有三十天 初一十五 她吃災念佛 剩下的二十八天呢 什麼都吃 過她想要的生活 過跟她所拜的那位神子 幾乎完全沒有關係的生活 對不對 你去想一下 各位去回想一下 他們到底拜一些什麼 跟他拜的內容是什麼 我認為那是很有問題的 感謝主 今天我有這樣一段時間跟大家分享訊息 因為現場都是同工 而且老牧師給我一個很大的挑戰 我只有三十分鐘的時間 但是我心裡有一個渴望 有一個渴慕 我希望在同工當中 我們分享一個訊息是 我們單單尋求神的同在 單單尋求神的同在 好 各位 我們在做很多的事工 或者是辦佈道會 或者是在舉辦很多的活動的時候 我不知道各位 你會不會有這樣子的想法 好久不見 周太 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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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我一個最大最大的廣告 最大的版面 我要所有人 全世界人都看見 全紐約人都看見 然後我們該打的電話都打了 該邀請的人也都邀請了 我只差沒有打電話給 在中國的爸爸媽媽 拜託他們坐飛機來看佈道會 除了這個以外 你會不會覺得 當你所有的事情 所有的工作 通通都做了以後呢 但是當天佈道會的時候 來了多少人 你能不能夠掌握 You never know You never know 好 那麼這件事情 不在我們的掌握當中 但是你會不會覺得很沮喪 You feel so frustrated 我做了所有該做的努力 老牧師沒有吩咐我的事情 我甚至都做了 但是當天的佈道會呢 哎呀 我站在門口等收費 我好緊張 今天有多少人來 今天會有什麼訊息 哎呀 講員有沒有準時來 哎呀 等等等等 你開始 worry 很多很多的事情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個 聖經當中一個 很特別很特別的一個人物 大家都很耳熟能詳 因為大家都是同工 這邊都沒有木道友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 跳到主題裡面 我不需要花很多的時間 來介紹這個 阿童可不可以幫我們 把那段經文打出來 謝謝你 各位手頭 如果有聖經的話 請大家看 《出埃及記》第33章 其實也不用看了 這邊已經幫各位打出來了 這三節經文 非常非常的經典 其實整個故事 摩西這整個人的故事 都非常非常的一個經典 我今天跟各位看到 我們先從15節看 摩西說 你若不親自和我同去 就不要把我們從這裡領上去 這個故事發生的背景 各位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回去慢慢去看《出埃及記》 非常非常精彩的一段記載 因為我最近在帶老人家查經 我從創出利民生 一直查考到民宿記 我發覺摩西這個人的一生 太精彩 太精彩 各位看到摩西 他生長在王宮裡面 他的一生有大半的時間 至少前面的80年 他不曉得還在做什麼 前面的40年 他在埃及的王宮裡面成長 學習埃及所有的典章 律例 制度 到了40歲那一年 他做了一件血氣方剛的事情 他打死了一個埃及人 所以他逃到礦業裡面去 神把他放在礦業裡面 等到他出來服侍的時候 已經是80歲了 然後呢 遭遇到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各位 你會不會想到說 摩西真是可憐 如果你了解摩西的一生的話 他一生當中 為神做了這麼多的事情 結果他進了迦南地沒有 進去沒有 沒有 沒有 雖然神給他一個很特別的恩典 神把他放在磐石裡面 用手遮住那個磐石 好讓摩西看見神的背後 但是最終摩西 他沒有進到迦南地 OK 我出信主的時候 我看出埃及記 我看這段經 我看不懂 我真的完全看不懂 我不懂神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不懂 我真的不懂 但是到信主多年以後 甚至自己出來走全職夫勢的道路的時候 我突然在看這段聖經的時候 我突然看到了一個亮光 神的同在跟神沒有同在 差別很大 非常非常的大 我舉個例子 我舉個例子 各位 我們把時間拉回到四千多年前 我們都在埃及做工 我們都是以色列人 好 那麼 各位 埃及 以當時來說 相當不錯的一個地方 物產豐富 你從哪裡知道他物產豐富呢 你從一些經文裡面 你可以了解到 當百姓向摩西 發怨言的時候說 當時我們在埃及 我們不用做工 隨地撿都有水果 都有很多東西 都有很多的物產 這是聖經說的 你想想看 一個奴隸 他不用做工 奴隸都可以撿東西吃 你可想而知 埃及當時的物產 有多麼豐富 那麼 聖經上面記載 當時離開約瑟的時代 已經很遠了 正確的記載是430年 到摩西是430年 好了 那麼新的一個法老王上來 這個法老王他對百姓說什麼 他說 我不給你們做工用的材料 可是第二天呢 第二天怎麼樣 你們要繳雙倍的磚頭給我 這是一個苦代他們的一個法老王 各位回去查考聖經 這個在聖經上面都有的記載 我出去的時候 我曾經想過 如果我是當時的以色列百姓 我會怎麼求 各位 我剛剛回答我剛剛的問題 我們時間拉回到4000年前 各位 我們都在埃及做工 我們都是以色列人 今天遇到一個法老王 是這樣子對待我們 你會怎麼跟神求 我跟各位分享 這是我當時獨心的亮光 我會這樣子求 我說 全能的神啊 你讓這個法老王對我好一點 好不好 不要那麼虐待我 你讓他給我合理的材料 讓我隔一天 教合理的作品 然後我可以安安穩穩的生活 是不是 是不是這樣子 各位想像一下 如果你是以色列百姓的話 你會不會這樣子求 但是結果呢 這個法老王 有沒有按照以色列百姓所求的 有沒有 反而是變本加厲的 更加的虐待 虐待以色列百姓 於是以色列百姓說 我的神在哪裡 為什麼我受到這麼多的苦 為什麼我這樣子求 神為什麼不必贏我 Where is God 神在哪裡 我們所相信的那位神在哪裡 你看到了嗎 當時以色列百姓 完全不了解神的計畫 完全不知道神同在的重要 好 這個是我們在後代的時候 我們看聖經的時候 我們可以體會到 當時的以色列人的心情 跟事情整個的發展 好 Well Mati 我拿你做例子 因為我們辦公室坐在一起 Mati的兒子 大家看過嗎 很帥 相當帥的一個年輕人 他在這裡出生的是不是 OK好 他幾歲 27歲 在這邊27年 各位 包括Mati在內 你們看著Mati的兒子 但是你覺得 你覺得他是中國人還是美國人 I didn't mean he own American passport I didn't mean he speak English 但是你看著他 你會覺得他的內心 他是中國人還是美國人 你們覺得呢 或者是Mati自己 我跟各位分享 大家都看過我的小女兒 我來美國7年 她10歲 我看著我的小Vicky 她10歲的一個小女孩 我已經覺得 她是美國人了 我相信各位你懂我說的話 多久 27年 7年 一代的時間 一代的時間 各位想像一下 約瑟做宰相 第一個到達埃及 並且達到巔峰的地位的一個人 把他所有的父老 他所有的家人 從他的家鄉 接到埃及來居住 經過多少年 430年以後 各位覺得 這些以色列人 他們是埃及人 還是猶太人 好 這是一個值得生思的問題 為什麼神要把這些以色列人 從埃及領出來 為什麼 好 大家這幾個 抛出來幾個問題 大家去思考 這是我讀經的時候的亮光 我跟各位分享 如果當時 神沒有把這些猶太人 從埃及地領出來的話 再過不久的時間 猶太人要從地球上消失了 各位了解這個意思嗎 我們自己是新移民的 我們的孩子 只有一代的時間 你看著他 你已經覺得他是當地人了 What about 430 years 如果是在一個 強盛的一個政權 強盛一個文化 衝擊下面的話 你的孩子很快 就被當地的人同化了 就跟當年的 以色列人一樣 所以神有一個 很特別的心意 要把這些猶太人 帶離開埃及 除了自由的敬拜神以外 同時建立他自己的選民 不被棋風易俗的埃及所沾染 好 我今天回答今天的重點 各位看到 摩西帶領這麼多的百姓 離開埃及 摩西帶多少人離開埃及 多少 圣经上面告訴我們說 拿兵器可以打仗的有多少 60萬 60萬 那麼 我隨便看了一下 至少 連男女老少年老人帶小孩 連不能拿兵器打仗的老男人 或者是小男孩 加起來可能有 兩百萬 還不包括牛羊牲畜 不包括其他的一些 圣經上面告訴我們 還有很多的閒雜人 跟著一起走 好 各位想像一下 摩西帶領這些百姓離開埃及的時候 他一個人 對抗兩百萬個人 當時沒有手機 沒有行政部門的walkie talkie 不要說GPS 這些東西通通都沒有 靠什麼 靠什麼 雲柱 還有火柱 只靠這兩樣東西 還有神的話 如果我相信 如果神 沒有把一個很清楚 很清楚的一個指示 告訴摩西的話 不要說是摩西 沒有任何一個人 敢接這個任務 好 更不要說 我們從聖經上面 一直查考到這裡 你會看到 每一天有新的事情發生 每一天有人起來 質疑摩西 你為什麼把我們帶離開埃及 你帶領我們到這個曠野裡面去 是要我們死在這裡嗎 這是聖經上面講的 百姓不斷地抱怨 百姓不斷地挑戰摩西的權威 甚至到最後 連摩西自己的親人 米利安和亞倫 都曾經question過 都曾經質疑過摩西 你真的領受神誕 你來的話語嗎 你憑什麼帶領我們 這麼多的人到曠野裡面去 這裡沒有水喝 沒有東西吃 沒有人保護我們 你是帶領我們去死嗎 所以各位看到 當我們在做每一個事工 或者是說你在尋求一個 尋求一個亮光的時候 如果我們想到摩西 他當時是怎麼樣帶領 這麼多的人 每一天有不一樣的意見 兩百萬人是很可怕的事情 腳身多少同工 七十個 我記得上次聽老牧師說過 我們有七十個全職的 光紐約一地七十個全職的同工 我們去一趟疊湖營區 好不好玩 我跟你講光安排車子 跟大家的吃飯 就是很頭痛的問題 兩百萬人 兩百萬 這兩百萬人光在曠野裡面走路 找吃的 找喝的 跟他們的排泄物 跟他們的安歇 生出要喝水 要吃東西 都是大問題 如果沒有神給他一個應許說 親自和我同去 我相信沒有第二個人敢接這樣子的任務 好 33章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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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載當中發生 它發生了一個故事 在摩西第一次上了和列山 領受神的十條賤命 下來以後 他發現百姓在做什麼 製造了偶像 再拜 所以摩西生氣的 把那個偶像摔碎了以後 這是第二次 他跟神的對話 他跟神的 神 其實這個經文 我剛剛是跟大家倒過來看 但是看看神 怎麼樣跟他说 從13節 我今天若在你眼前蒙恩 求你將你的道指示我 使我可以認識你 好在你眼前蒙恩 求你想到 这名是你的名 我們看到 摩西在這個時候 他仍然在為百姓代求 即使是這個百姓 這些百姓當時是多麼的 令他憤怒 令他的生氣 但是耶和華 神給他一個 非常非常棒的一個應許 就是 我必親自和你同去 使你得安息 上個禮拜六 我跟老牧師 我們當中 有一點小小的對話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看見一個亮光 同去 親自和你同去 什麼叫做親自和你同去 我本來預備的訊息是同在 但是老牧師給了我另外一個指示 另外一個建議 同去是更好的一件事情 同在的話 如果我光是坐在這邊看各位 那也是同在 你做你的 跟我無關 但是同去就不一樣了 同去就是 你做什麼事情 我都陪你一起做 你發生了什麼事情 I beg you up 我幫助你 你缺人才 我給你人才 神給了亞倫 神又給那個葉特羅 摩西的岳父 讓他出了一個主意 你一個人怎麼搞定兩百萬人 你要為他們分派什麼 分派什麼 前夫長 百夫長 師夫長 一層一層的分層負責 這個就是各部門的主管 然後呢 叫這些主管 每天向你報告 今天發生了什麼事情 就好了 小事情交給他們去處理 好 然後呢 神又給了摩西很多很多資源 他們進了迦南地以後呢 我要請大家特別特別注意一件事情 神帶領 使摩西帶領這些百姓 即將進入迦南地的時候 他們進到迦南地 遇到的是什麼 一連串的什麼 征戰 他們不是進到迦南地 然後迦南地的這些役族 拍手迎接 歡迎你們來接收我們 偉大的解放軍戰士們 歡迎你來接收 不是的 他們進到迦南地裡面 一個族 一個役族 一個役族 去征戰 所以 伯特利教會的弟兄姐妹 你一定常常聽張牧師講過一句話 迦南地進去 是要努力去征戰 去得的 不是輕輕鬆鬆 進去 接收 什麼都有 所以我們看到了 有一個很寶貴的一個訊息在這裡 當我們在征戰的時候 神給我們一個應許 說我必親自怎麼樣 和你同去 然後使你得 安息 我特喜歡這一句話 安息 什麼叫安息 我們在做事工 有時候你在忙得不可開交的時候 你常常覺得我需要一個安息 不是休假的安息 是真正你的腦袋 你的心靈 需要有一點點的安息 需要一點點的安息 好 那麼摩西在這個時候 他講出這句話 你如果不親自和我同去 就不要把我們從這裡領上去 他在這句話上面 他抓住了神的心意 如果你不親自和我同去的話 不要帶我們走 我什麼地方都不去 如果你不跟我去的話 這是他抓住了神的同在 跟神的同去的應許 在這個地方 以前我常常在想 老牧師買這個地方買那個地方 各位知道 老牧師每天要做很多很可怕的是非題 Yes or no question 那這些問題 沒有人可以幫他 沒有人可以幫他做 那他必須去承擔一些後果 有一些是大到我們沒有辦法想象 其實我很感謝主 我慶幸我不用過老牧師那樣子的生活 我發覺老牧師的生活是 他只要一天不禱告 他今天過不下去 為什麼 明天早上睜開眼睛是排山倒海的問題 所以到他的面前 他需要一個一個去解決 但是我想到 如果神給老牧師一個很清楚的意象 好像他給摩西那個意象 我帶領我的百姓到迦南地區 為他們留奶與蜜之地的時候 摩西就敢做 摩西就敢做 各位如果你去查考摩西的生平的話 你看到40歲以前的他是雪區方剛的 然後40歲因為做了這樣的打死的一個埃及人 神把他放在曠野裡面 單獨40年 這40年把摩西所有的個性全部都磨得乾乾淨淨 甚至到當時神要呼召摩西出來的時候 摩西說我是著口笨捨的人 摩西甚至不敢出來 但是我們看到當神要用一個人的時候 他給了他一個保證 我與你同去 我與你同去 所以我用這一點來勉勵所有的同工 包括我自己 因為我也在同工的行列當中 如果我們做每一件事情 每一個事工 去迎接每一個挑戰的話 其實我們要尋求的是神的同在 是神的同在 不是神帶給我們的保佑 健康財富或者是發達 這一點是我們跟外邦人很大很大的 不一樣的地方在這裡 我剛剛講過了 外邦人求的都是短暫的事情 我記得 我在帶領老人家查考聖經的時候 我很難很難去跟人家分享 什麼叫做尋求神的同在 很多的外邦人或者說很多初信主的長輩 他會覺得說 我相信這位神不是就應該有平安喜樂嗎 如果我拜這位永生的神 連平安喜樂都沒有的話 我為什麼要相信 為什麼 如果我拜這個神 我的狀況可能比我現在還要更糟糕的話 我為什麼要相信 事實上我跟大家分享 每一個同工 我相信包括我自己在內 當我們走上信仰 走上侍奉的道 不管你是在職場的宣教士 或者是全職的服侍 我相信你都面臨很多或多或少的挑戰 有沒有想過 我如果沒有信耶穌會更好嗎 或者是說 我如果沒有接受這樣子的信仰 我的生活會不會更好過一點 這個是很值得我們大家去思考的一個問題 如果我們相信 我們相信這一切 我們生命當中所遭遇到所有的事情 都是短暫的 有一天都要過去 最重要的是神的同在的時候 你不會再看到現在的光景是那麼的困難 我舉另外一個例子 我舉另外一個例子 當時摩西拆派十二個探子 進到迦南地裡面去窥探那個地方 當中十個探子回來報了什麼訊息 當中十個探子回來說 那個地方怎麼樣 那地方的人是巨人 我們是詐盟 他們一腳就踩鞭我們了 只有兩個人報了什麼訊息 好訊息 這兩個人是誰 迦勒和約束 他們說什麼 那個地方的人是我們 口裡的食物 各位如果你去查考聖經的話 你會知道 這十二個人 他們同一個時間進到迦南 同一個時間出來 出來的時候帶著什麼東西 一大掛的葡萄 那個葡萄要兩個人才能夠扛得動 你可想而知 這十二個人在那邊待了一個月 帶回來的東西 證明了那個地方是神賞 是給他們的流奶與米之地 可是你會覺得奇怪 同樣是一個時間進到迦南地 走的路都一樣 這十二個人走在一起 他們沒有分開走 為什麼他看到的東西 會有這麼大的不一樣 同樣是看到的是義足啊 看到的水果 看到的物產 一模一樣 Exactly the same 可是為什麼迦勒跟約束 看到的東西 跟其他的人看到的東西 不一樣 好 這是另外一個 請大家慢慢去思考的一個問題 我的意思並不是說 我們從現在開始 勇往之前什麼都不用管 而是我們如果尋求神的同在的話 我們會用一個不一樣的眼光 看我們所面對的問題 好 感謝主 我相信在絞生我們三十多年來 每一天每一天都面臨新的挑戰 那在上面的牧師 總幹事 他們所遭遇到的問題 常常不是我們能夠想像的 好 我每次在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常常在想 感謝主 我沒有被放在那個 那個必須做很多很可怕決定的決策 但是我覺得我們作為同工的 我們有那個責任 為這些在上面的人 為我們在前面的摩西 亞倫 為他們來禱告 為什麼 因為神如果賞賜給他們一個正確的意向 正確的方向的時候 那個意向跟方向會帶領我們 往一個正確的方向去走 好像摩西所求的 那麼神也按照摩西所求的賞賜給他 白天用雲柱 晚上用火柱 帶領他們繼續往前走 即使在路上他們遭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難 但是神的應許從來沒有離開過他們 各位看到 在現在最後一點點的結束 各位看到 因為我每天早上在老人家 我其實很佩服猶太人的一個生活習慣 今天熱不熱 超熱 對不對 我今天在 我很幸運的 在幼稚園前面一點點 那個找到一個OK的一個停車位 走過來 不到 不到30秒時間 我已經一頭汗了 我來的時候我還沒有穿外套 各位看到 我每一次去Fresh Middle那邊去接幾個老人家 各位知道Fresh Middle附近有一些猶太社區 你看到了嗎 你看到了嗎 星期五的晚上 猶太人出來的時候他穿什麼 全黑 全部是黑的 女孩子穿黑色的絲襪 戴著頭巾穿長裙 男生穿像我這個樣子 還有一個 還有一些是我在China Times看到的 我不懂他們 我實在是不懂他們的教派 他好像是祭司還是什麼 很高的滋味 這種天氣他戴那個熊皮的帽子 各位看過嗎 很大的帽子 我光看著他我都要中暑了 我光看著他我都覺得說 我沒有辦法像你這樣子穿 他不只這樣穿 而且他是整天這樣子穿 他不是穿給你看的 他整天都這樣子穿 所以你覺得為什麼這些猶太人 他要守住這些東西 這些讓我們看起來覺得很不可思議 這麼熱的天氣 紐約有這段時間熱到爆的天氣 你要這樣子穿 你沒有中暑真的是奇蹟 為什麼他這樣子穿 因為他知道當他遵守了這些事情 你可能覺得很可笑 但是我後來去了解 原來他是這樣想的 當他緊守了這些事情 他就確保了一件事情 神與他同在 神與他同在 也許在我們看來 那是我們沒有辦法 完全理解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佩服他們的這樣的一個心智 神與他們同在 OK 好 最後的時間 我們花一點點時間 我們一起來禱告 為我們的事工 為我們在上執政掌權的 為這個國家 為我們腳踩的這塊土地 來禱告 求神 讓祂的旨意 行在這裡 如同行在天上 親愛的天父 謝謝祢 我們有這樣一段的時間 在祢的面前 我們不僅僅查考祢的話語 我們不僅僅分享聖經的經文 主 更重要的是 主 我們在這裡尋求祢的同在 謝謝祢 耶穌 主 我們真的是看見 主 無論是機構 主 無論是教會 主 無論是我們在日常生活當中 主 如果我們失去了祢的同在 主 我們所做的一切 都不再有意義 謝謝祢 耶穌 求主 祢真的是保守每位同工 主 在我們每天日常生活當中 主 我們的服事 主 我們所接觸的人 主 我們所要打的眉通電話 願祢自己的恩典 願祢自己的智慧 時時的與我們同在 主 奉主的名 祝福勞牧師 祝福周泰 祝福葉牧師 主 祝福許多部門的主管 主 願祢自己的恩典 願祢自己的智慧 大大的充滿他們 願祢自己時時的與他們同在 願祢是那個與他們同去的那位主 主 在他們每天所做的 許多的決定上面 願祢自己將你從那裡屬天的智慧 大大的浇灌在他們的身上 願祢的旨意行在法拉盛 行在紐約 如同行在天上 主 願祢將這個城市 將我們腳踩的這個土地 這個國家都仰望在祢的手中 願祢自己在當中 主 行出祢所要我們行的 願我們在這裡成為這個燈塔 來照亮這樣這地的所有的人民 謝謝祢耶穌 謝謝祢耶穌 祝福我們這個禮拜 即將要開展的許多事工 許多的工作 願祢自己與我們同在 聽我們這樣子 祷告奉告耶穌基督的名